天下无功 无剑不摧 唯快不破 哈喽大家好 我是豆豆杰 众所周知 音乐状态下的朋克造势 可以踢植物 爱捣乱比较讨厌 但是 一物相一物 斯利姑可以直接吸走他的头 那如果让他百倍速来袭 斯利姑还能秒杀他吗 一万集的植物们 又有谁能够拦住他的脚步呢 咱们这就来测试一下 喜欢看这个系列的老铁门 欢迎加关注长按点赞 第一位派出的是张颖次 很可奖身啊 他并不是所有植物都能踢 之前呢豆姐盘点过 他踢不了的植物 感兴趣的小伴可以去看一看 哎呦什么 上一期呢 导枪镜可是来个奇迹 钢琴将士都偷家了 他还来个反杀 那这一期呢 再来看杨镜 爆架小气球 你踢不了的 迅势待发的宝灵泡泡 快问师傅 能不能来个硬拳定胜负 我一定会回来的 再来个冰龙草 小样 是不是欺负我们寒冰家都没人了 你替我一个试试 老花子是不是疯疯的 原始豌豆 橄榄坑 曾经的秒杀几路 如今遇到百倍速 也只能当个摆设 豌豆匣 咱给他多种几个 哎 朋克招式 我还没配齐呢 是怎么头的 哈哈哈哈 瓜瓜 这几次面对百倍速的招式 是接连失利呀 看看这一次 能不能扳回一局 买了了 你 嗯 妈了吧你 咋 爱面豌豆 在面对百倍速的招式时 从来没有成功过 没毛病 赞横花 给我们表演一下呗 秋色 剑刺秋葵 哎 别说人家秋葵没出手 人家只是戳了空气而已 玩了 小恶离 什么情况这是 发生了什么 万万没想到 恒哥将世界被恶离拿下了 没记错的话 那应该是面对百倍速教师 恶离的首次成功 那仿佛草应该也能行呢 你们觉得 甜菜首位 他会不会踢 再来个 缩小紫罗兰 看好灼热山葵的小伙 扣个666 不看好的 扣个凉凉 哇 这次真的好险 都已经走到山葵跟前了 山葵都拿下了 果味疼就更不用说了 哇 这是高手 这是高手 看看水仙花什么情况 我天 水仙花这是吹了口空气吗 不对呀 他的运动轨迹 怎么跟其他主义也不一样 难道是 给自己吹飞了 新女媒 咬妙小伴 支持他 这是什么造型 被朋克踢飞了 然后他又把朋克 给变没了 what 这一期 高手有点多呀 来个神话豌豆 压压惊 没定住 吃了 死里姑可是朋克 脏势的头号客星 直接能把他的头洗下来 那现在咱是百倍速了 他还能洗得住吗 直接被踢飞 一个字 牛 潜伏潜菜 再一回能不能赶上二路七车 太问师傅输了 那你们觉得奶油生态 能不能行 妈了不你 试试苹果拍一炮 这阳光鼠微草啊 面对百倍速的僵尸 是十零 十不零 那这一期 你们觉得他零不零 老规矩 最后呢 咱就用灼烧苦城 来结束本期的视频 喜欢看百倍速系列的老铁门 欢迎给豆姐 加关注 传点赞 那我们下期见了 玻璃球和僵尸在一起时 他可以保护僵尸 那如果让他和植物在一起 会怎么样呢 把技巧豌豆和玻璃球 放在一锅潮一潮 会变成啥 呀小豌豆 你跟大夫学坏了 不吐豌豆 吐玻璃球的 不过你这玻璃球 打僵尸厉不厉害呀 我得给你找个对手 试试 那咱让他和双重射手 你看一下 双重射手20级 他是1级 双重射手这边 是5珠蝶肉 他是1珠 那如果面对同样的脏尸 这两队 你们觉得谁的表现会更好 废话不多说 测试走起 你们觉得这个变异植物 造什么名字 比较好呢 欢迎评论区 或者弹幕 告诉豆姐 第一位小白鼠 大头脏尸 很明显 双重射手的出手速度 要比赛变得快 两队都搞定 比赛升级 上路账 就是说长按点赞 可以让咱们的变异植物 越战越厉害 第二回合又打了个平手 再升级 上铁桶僵尸 差距已经看出来了 下面的玻璃球 已经搞定 上面的双重射手 还在努力奋斗 虽然晚了点 但也终归是拿下了 难度再升级 上三级头 龙骨当时 玻璃球已经结束战斗 上面还剩三 俩 这放中射手 五周跌中 发射一次是十颗弯豆弹 而且还是满敌的 由此可见 下面这个玻璃球机枪有多强 那它到底有多强呢 咱们继续测试 四级头 哇 玻璃球这么强 打四级头都打得这么快 上面还有两个 双重射手 能不能撑得住 这四级头打完了 也不能升级五级头啊 干脆咱们直接移步到位 上巨人 哇 打巨人都这么轻松 是不是兔子巨人太包子了 咱来个厉害的 鸡甲巨人 五个一起来 这下玻璃球还行不行 我的妈呀 一定是你们给它点赞的原因 这玻璃球弯豆跟开了话一样 这么厉害 它只有一株 机甲居然都没秒着它 上面的双重射手被秒了两株 还不算完 还被砸了 我就不信 这皮操肉厚的侏罗镜巨人 这玻璃球还行 在上面双重射手 还在疯狂输出的时候 咱下面呢 已经悄悄结束战斗了 还没给它点翻的道具 它这波操作 能不能让你们下定决心动弄小手 给它来个长按点赞 因为 今将出场的是 决斗室 不是吧 我还等着 决斗室内销魂的一杂呢 结果 它就这么随随便便的倒在了机枪弯度的面前 你也好意思 接下来上场的这位小白鼠 那可不一般 大力士巨人 其实它倒没什么可怕的 最厉害的是它的双包小鬼 就算这变异竹再厉害 它也一招解决不了双包小鬼呀 万万没想到 干掉了那么多巨人 最后 就摆在了小鬼手里 巨人中的扛袜子 红眼巨人 它的抗击打能力有多强 大家都知道吧 那这次呢 咱给玻璃球机枪弯度 配备一颗能量豆 你们觉得能不能 找得住 哎呀 这红眼巨人 也不过如此吧 一个大招 五颗僵头就落地 看样子 这普通的僵尸 已经没办法跟咱的玻璃球弯度 疲离了 接下来上玻璃球僵尸 哎 玻璃球 这玻璃球 看看谁应 先来接下橄榄球 这一串是十个 看看有没有机会 能把机枪弯度给推了 哎呀妈呀 别说推了 就连进个门 都很困难 看样子就速度慢的 不行呢 那咱换个速度快的吧 全明星 玻璃球 全明星 十个一起来 你们猜猜 这一下 谁输谁要 我支持全明星 应该没有小伙伴 跟我不一样吧 全明星 冲冲冲冲冲 哎呀 快冲 冲冲冲 撞他撞他 快一点快点快点 这两个可以 还有最后一个加油 其实我嘴上说 支持全明星 但是我心里支持的是 机枪弯度 反正我有了 大头大头 下雨不丑 有没有老铁 支持玻璃球 总排巨人的 666走一波 十个巨人 外加玻璃球 也没好事 看样子不来个狠点的 那是不行的 上 飞机架 玻璃球 飞机架 咱给玻璃球加特林 配备一颗能量斗 这不过分吧 那你们觉得 这一个大招 能不能了结十个 这一个大招能不能了结十个 飞机架 上面的双筹射手 你不要努力了 你的对手 已经结束战斗了 觉得这个编曲 厉害的小伙伴 欢迎加关注 传点赞 咱们就来测试一下 这第一组 是由名字叫做 钥匙圣魂 当决小伙伴组的 奥特曼队 大家能不能猜出来 这五种植物 分别对应 什么技能呢 矿工赃尸 这技能 相当于是 植物收割机 是一株也不打算 给咱们留 这一组植物的对名 叫做地道队 这是地道赃尸 遇上地道植物了吗 给钢尼刺来个大招会怎样 直接给它拉到中间 下路的橄榄坑 已经叫作夜了 完成任务 但是 这可把爷娘翻水 都给套路得不轻啊 中路 咱给它来个凤棍草 背后偷袭一下 一个就搞定了 潜伏停泰的技能 这个时候倒是 太上用场了 不过 也不听啥用 咱们给充能柚子 放个大招 看看能不能直接击飞 钻地下去了 竟然 给击飞了 给地下的矿工教室 直接给击飞了 哇 这是高手 这是高手 燕茶已经叫作夜 完成任务了 铁路草这一路的 矿工教室在干啥 这是在表演 论钻入地下 需要几个步骤吗 玩呢 那这一组组战队 是由名字叫做 想当国王的 小豌豆 当局小伴子的 电疗队 全部都是电荷家族的主物 燕茶 还有柚子的大招 就是个绝杀 大家觉得 滚石火焰 地专阵 能不能搞定 矿工教室呢 选择会的 偷个666 选择不会的 偷个凉凉 天气 越来越冷了 大家是不是开始准备 吃火锅了 这一组战队的名字 就叫做 火锅队 是薄荷味的磨合 争绝小伴的倡议 吃火锅 咱里有锅呀 南瓜灯 散铁当锅 其他四种呢 都是配菜 爱豆姐呢 也来采访一下大家 你们在吃火锅的时候 最喜欢吃少的菜呀 豆姐比较喜欢吃 金针菇 还有大白菜 哎呀 不能再说了 再说 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哈哈哈哈 这种南瓜灯那一行 中路那一行的 矿工刀师刚才是 正在跳响 往地里跳的时候 结果被大黄油给 呼住了 悬空的啊 我刚才放了几个三叶草 想试试 能不能把它吹跑 结果 此不行地 这一组植物的对面呢 是一个游戏的名字 叫做狼人杀队 是抗直军DC 正接小白的创意 哎 小虎花 你这像话吗 人家废婴巴拉 你好不容易跑到最后去了 结果尼哥瞬移 又给整回来了 哈哈哈哈 水仙花这一路 一直在罚站 哎 咱要给他来一个 薄荷 那水仙花 能不能一口仙气 把他吹飞嘞 nice 帮牌战队 哎 你们觉得金绿梅 和超能化菜 谁会先下手呢 超能化菜 竟然是睡醒了吧 出手这么快 哈哈哈哈 哎 什么情况 金绿梅已经打到这个框弓了 但是他还继续往前跑 刚钻出来 脑袋就搬家了 这一组战队呀 是有名字叫做 史上最好笑的巨人 当局小白组的 消失的一代战队 哎 我说猫卫草 你这像话吗 你这 你这 你这也不能这么独宠一个僵尸啊 大家来求一求 这一位矿工僵尸的 心理阴影面积 得有多大 一方面被冰冻生态洞 一方面被仙人掌的阵刺扎 最悲催疑的是 猫卫草的大炮弹 全都宠他一人 心太崩了呀 哈哈哈哈 就猫卫草这一路的 矿工最幸福 哎 我里面 上面那俩终于蹦出来 又被冻住了 实在是不忍心 看这第一路的 矿工僵尸这么造罪 咱来看下一组 绝杀战队 你们觉得阳光水草 能不能成功测反 矿工僵尸呢 哇 我天 直接测反 哎 卓草苦城这行什么情况 来个25米包翻跑 从卓草苦城 消失的顺序上来看 矿工僵尸呢 应该是 先触碰到 小车车旁面的卓草苦城 然后等他 瞬移回去之后 钻出来的时候 又碰到了 第一个卓草苦城 不管先碰哪个 最后的结局 都是一样地 蘑菇队是PVZ2 魔术部 张杰小败的创意 这个蘑菇队可是 说了好几期了 终于给安排上了 是不是等得 蘑菇都凉了 刚才 火锅队应该 加点蘑菇来着 矿工僵尸 这把课一包口服了吧 好几种蘑菇 全都品尝到了 不过 小心吃完藏板板呀 如果让矿工僵尸 来到海盗港湾 会怎样 是直接跳下去 起个海水澡吗 哎 哎哎这不科学 这像话吗 这怎么回事 这咋没掉去海里呢 而且还套路了 我们家台湾豆一把 看你们这架势 往回走 也是逃不过 海水地洗礼呀 Goodbye 再让当师们感受一下 冰火两重天 这是游戏热爱者小张 邓杰小白的创意 叫做 地属性战队 哎什么情况 下面三路 这矿工僵尸咋的 不算力呢 难道你们要做一个 阳光下地僵尸 这可是一条不寻常的路啊 还没有上水 那一路已经被动上了 是不是 哎 下面这三路 如果走到小学车面前 会怎样 这是会掉头向后 还是直接启动小学车 大头特产队 能不能在他们 没钻入地下之前 就给他们一口吃掉呢 哎 哎哎哎 这大嘴花竟然先下口了 金蝉骨舌头那么长 百长了 哎 中文可以战队 看看谁反应快 哎呦 迅猛龙 还没等钻入地下 直接给登出花园了 还是迅猛龙厉害 不过呢 甲龙和霸王龙 也不能怪他们呀 这矿工僵尸 还没等走到 他们的攻击范围内 就已经钻入地下了 那这一期的 僵尸镍植物 咱们就玩到这里 喜欢看的老铁门 欢迎给豆姐 加关注 长按点赞 如果你有什么好玩的战队 也欢迎给豆姐留言 那我们下期见咯 欢迎来到 韩河家族大交争霸赛的开幕式 有请各位参赛队员登场 请大家用一句话 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韩河队的一匹黑马 可以让僵尸罚战 我只负责貌美如花 我是道具障碍粉碎者 我能把僵尸冻成冰棍 我会龙土寒冰气息 因为冠冲来耶 我请你们吃西瓜 记得给我加油哦 诶诶诶 冰西瓜不要跑条啊 不要套近乎 近乳拉票 队员呢 已经集合完毕 有请小白鼠 闪亮登场 这一次的比赛规则呢 是植物100柱跌中 一配5颗热量豆 大家来猜一猜 谁能在5个大招之内 干掉藏军技能呢 请把你支持的植物名字 打在弹幕上 废话不多说 咱们比赛开始 小生菜没有伤害 所以呢咱就让他在主书栏里看个戏 先来欣赏一下冰西瓜的大招 五个大招过去 冰西瓜是碎了一顶 但巨人的江头还没落地 咱们再来看 100柱并背来 能不能让巨人 冻成冰味 只打碎了玻璃罩 这我还是分五组种植呢 如果都种在一个地团上的话 估计连玻璃球都不能碎 冒美如快的胡锦冰仙子 对他有信心的小伙伴 扣个666 咱们大招走起 这个冰天子 不仅貌美如花 还能打僵尸养家 绝对的颜值伤害都在线的一款植物 大家想想还有什么植物是和他一样的呢 一品红颜值也非常在线 而且大家发现没 他的装扮也是一条红丝带 和胡锦冰仙子一样啊 那看看他能不能像冰天子一样散 干掉巨人遭失 再一个一品红 然后鸟碎木被张仪冲到满 却碎不了玻璃球嘛 神经做不到 冰龙草 我记得有几个小伙伴的名字 就叫做冰龙草 那大家觉得100株冰龙草 能不能把巨人放倒 变龙草这个气势是有的 但是伤害还不够啊 还有最后一位 寒冰射手 在这寒冰射手100株中在一起 就算是普攻也会让巨人一动不动 原地罚战 直到被干掉为止 那今天呢 咱们比的是大招 你们觉得他能否在五个大招之内 让巨人脏头落地呢 当年纪人这凹子是啥造型呢 当年纪人这凹子是啥造型呢 还要拍照留念吗 来哪位小伙伴给他咔嚓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寒冰射手的大招呢 是没搞定 不过要说这普攻 那肯定是没问题 干掉他也就是早晚的事啊 那大家觉得这个寒河家族的这六种植物啊 究竟谁的大招最厉害 谁的大招最好看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也欢迎大家给豆姐加关注 传点赞 那我们下期见咯 豆姐 你做一个传送土豆地雷 传送不了的僵尸呗 自从咱们介绍完这个传送土豆雷啊 大家的问题就柔如滔滔江水 有问给他放大招会怎样 有问他会被僵尸吃掉吗 还有问能不能传送零路和六路的脏尸等等等等 那之前呢 豆姐也问过大家啊 觉得有哪些脏尸是他传送不了的 很多小伴都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那这一期 豆姐就带大家来验证一下 首先呢 咱们来说一说大招的问题 上一期豆姐就介绍过 他和食难探索者是一样的 落定爆炸的局务 根本就没有大招 咱们放大招是放不上的 没有任何反应 不过呢 虽然他是这种即时植物 但是在他完成布防之前 是可以被僵尸吃掉的 而且也会被道具碾压掉 像钢琴僵尸 还有美杜莎推的雕像 还有滚筒呀 接近呀 还有冰块啊等等啊 咱就不一一演示了 总之 他是可以被僵尸毁坏的 大家看植物栏 接下来豆姐用于测试的 传送土豆地雷是10级的 10级 它的防御值是900 伤害升到3600 一秒钟就可以完成布防 而且一次可以传送8个脏尸 大家还记得 一集的他能传送几个脏尸吗 美杜莎和致日者呀 虽然免疫魔法 但是却可以被传送 上一期咱们在介绍魔术师的时候 测试过 溺石草是无法传送它的 那 传送土豆地雷 能传送它吗 觉得能的小白 扣个666 觉得不行的 扣个凉凉 溺石草做不到的事情 传送土豆地雷 却能做到就问你牛不牛 刚才在测试美杜莎的时候 大家应该注意到了 传送土豆地雷 它可以传送脏尸 却传送不了它们推的道具 工程车呢 算是固定位置不动的脏尸 所以呢 传送土豆地雷是顺移不了它的 那和它一样的 还有两个小鬼炮 上一期咱们介绍过 这两个小鬼炮的不同点 一个是单发 一个是多发 还有一个不同点就是 游了场小鬼炮 它可以往其他路发射当时 而海盗港湾的 在前期时 只能往自己这一路发射小鬼 哦 国王消失 也是固定位置不动的 所以呢 传送土豆地雷 也是顺移不了它的 众所周知 土豆雷 原始土豆雷 都是不能在荷叶上种植的 那咱这个传送土豆雷 能种吗 嗯 这是高手 不仅能种 而且还能给你来个报价 nice 干净刚才国王的经验 那渔夫僵尸 他肯定也是传送不了的 而且渔夫僵尸也不掉它 那么问题来了 小伙伴们 如果咱把传送土豆地雷 种在南瓜罩里 那渔夫会掉吗 妈的吧你 我太难了 渔夫 他没顺移了 那海里的福钱将士 他能不能来个传送呢 速度快的猴子 他能传送吗 哎 这速度快的 也逃不出 他的手掌线 nice 那火金一兵又消失金 应该也没问题吧 哎 怎么还不传送 难道是猴太快 没反应过来 那咱用复格 给他们定住 这把总能传送吧 不是吧 这什么情况 这三个小动物竟然搞不定 那刚才猴怎么回事啊 你这让猴怎么想 让他们仨以后 怎么看猴 还有小伙伴们 那如果是传送 鸡仔装尸和 兵右装尸会怎样 是一起传送 还是说像逆食草那样 一传送 鸡就先跑出来了 哎 是一起传送的啊 不过 能一起炸了吗 这个就有点坑了吧 张之鸡和兵右 他传送不了 那这种体型大的 兵兵鸟和机器牛 行不行呢 为了保险起见 咱先给他定住 你们觉得这把行不行 叫牛 还有兵兵鸟 哎 还真传送了 但是黄牛 被定在外边了 所以没传送了 但是那你说 刚才那个张之鸡啊 兵右啊 是怎么回事 那猴都行 他们仨为啥不行呢 难道是因为长得太小了 那海盗船长的兵武 还有魔术师的鸽子 他能传送吗 先来看看 魔术师的鸽子 我的天 这也可以 把坚果扔在了半空中 哎 什么情况 怎么又把坚果叼走了 我云 甭管刁密刀走吧 反正鸽子是可以被顺移的 那鹽舞呢 哎 这又是啥情况啊 怎么着啊 鹽舞怎么就传送不了呢 玩呢 我还不信了 再测试一下 鸽子你都行 鹽舞你怎么就不行呢 传送土豆地雷 你给我个解释 你到底是咋想的 前进走不到 还有小伯伴 陶金僵尸 蹦在空中的时候 会不会被传送土豆地雷 瞬移 那咱让骑士大哥 做着参照物 大家看到没 他在传送骑士大哥的时候 陶金僵尸正好在空中 但是 却没被瞬移 之前呢 咱们测试过 飞行僵尸 它是可以传送的 但是这样的却不行 那么问题来了 小伙伴们 被翼龙 掉在空中的僵尸 它能传送吗 和陶金僵尸一样 也没好使 被冰盘冻住的僵尸 传送土豆地雷 可以瞬移 被黄油护住的 也可以 被塑胶监管 泡泡糖粘住的僵尸 再和 不能让它发生位移 巨峰甘蓝也不行 包括 浮空纸 那你们认为 传送土豆地雷 能不能 把它瞬移过来呢 也没好使啊 这泡泡糖的定力 实在是太强了 本如泰山不动队的凯撒 也是他传送不了的 还有三天克 跑步机大哥 费技甲和蛋糕坦克 传送土豆地雷的 瞬移技能 遇到他们 算是失灵了 那零路和六路的僵尸 他能把他们 瞬移到自己跟前吗 觉得可以的小伴 扣个666 觉得不行的 扣个凉凉 没好使啊 不过 逆时草 倒是可以 把它俩瞬移 不过呢 不会改变 脏尸的路线 还是在 零路和六路 这个雪人 脏尸啊 它也不是 固定位置不动的 但是 传送土豆地雷 就是传送不了它 不过没关系 咱们还有 二技能呢 传送不了 咱可以 炸呀 哎 还想跑 玻璃球脏尸 也不会被 传送土豆雷瞬移 那以上这些啊 就是它 传送不了的脏尸 那么问题来了 都有哪些脏尸 是魔法尸 顺移不了的呢 想知道答案的小伙伴 记得加个关注 不迷路 那我们下期见 哇 这一百株老虎草 种在一起 感觉里面像藏一个月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豆豆杰 众所周知啊 近战植物的单伤 都很高 那如果让它们 对付群疆 你们觉得谁最好用呢 这期视频 就来盘点一下 咱让一百个 摔跤狂 来当扫白鼠 参赛的植物 都是近战的 各个家族都有 而且呢 也是一百株叠种 看看有谁 能够保护好脑子 那第一个出场的 就是一百株防蜂草 看好它的 请抠666 不看好它的 抠个凉凉 第二位 有损战金 能不能拦住一百个 摔跤狂 支持火龙草的小伙伴 请抠一 不看好它的 抠个凉凉 火龙草这么牛 那变龙草 能向它看齐吗 支持它的观众 老爷们 请抠个溜溜溜 再看一百株小喷咕 小喷咕失败了 那大喷咕能否翻盘 KO 哇这是高手 穿着头伤 对付裙脚 就是这么天秀 没毛病 接下来呢 是大嘴花的表演 金蝉蛊的工具 要比大嘴花远 那它能把一百个 姜头全卤掉吗 小火山真不是盖的 拿音波当武器的甜菜 你们觉得怎么样 一百株 野兽明龙头 蔡师傅的勾拳 会不会把摔跤狂放倒 看好甩头小生菜的 请扣溜溜溜 不看好它的 请扣凉凉 干对群杀 狂游 也不重用啊 那剑刺秋葵 会成功吗 这剑刺秋葵 荒浪拳的江湖地位 再升一级 请大家把近战一截 打在公屏上 大家看玫瑰剑克的表现 叫你藏刀的幽灵辣椒 能不能来个一锅端 同样都姓优 那有八个攻击方向的 幽玉腾 行不行 觉得行的小伙伴 扣个溜溜溜 觉得不行的 扣个凉凉 增哥 果然牛皮 那同样都是拖鞋队 无CD出手又快的火眉腾 结局会怎样 这个就欺负人了吧 这巨人直接把小鬼 扔到火眉头身上 干脆打不着 被当了点心 一级的窩瓜 只能砸一次 如果一级搞不定 全部的巨人 那就无二次出手的机会 那你们觉得 他能否一招致敌 一个字 绝 拙热山葵的火焰之鞭 前后都可攻击 那这一次 他能不能把 一百个巨人烤熟呢 哎呀 那么快就被砸了 最后 亚洲抽场的是 老虎草 他的伤害很高 如果和巨人单挑 那绝对玩耀 但是这一次 咱是一百个巨人 是团战 那你们还看好他吗 我天 三次出击就搞定 哎不过为什么 这个小老虎 攻击完之后 不回老虎草里 却跑出去了 难道是因为草太多 找不着家了 那这一期的精湛植物测试 咱们就玩到这里 喜欢看到老铁 欢迎给豆姐 价格关注 长按点赞 那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